第一题 假物体的温度为32度C 以物体的温度为32度F 何者的温度较高 我们当然可以用公式 或是教的所谓的比例的方法 求出32度C是多少度F 或者是32度F是多少度C 但是如果我们记得 我们的华氏温标 设定的时候是 把水的冰点进做32度F 而摄氏温标 是把水的冰点定做0度C的话 我们就知道32度F就是0度C 因此我们就会晓得 假的温度比较高 因此第一题问我们说 何者的温度较高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假